第705节 敌人节说完话呢 就命人解开了黑风长老的绑绳 自己盘着腿 坐在一张毯子上 看黑风的反应 一个人在紧张 或者在慌乱的时候 总会有破绽露出来的 黑风也算是见过世面的长者 盘腿坐在敌人节对面的沙地上 把两只手抱在胸前 虔诚地祈祷 尊敬的太阳王 您的仆人再也压抑不住 心中的痛苦和愤怒 请允许您的仆人 用最激烈的语言 来不斥这些强盗和骗子的无耻 他们是吸血的魔鬼 识人的恶狼 人设间最卑劣 最无耻的强盗 在场的唐人 除了金竹先生和书院的学生们 皱起了眉头 那些当兵的 包括程楚墨和边军校尉 一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外族人的痛恨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最好的赞美 我们是楼兰人 不是善善人 你们将这个恶心的名字 强加给了我们 两个世代仇恨的人群 不得不在你们的皮鞭下 公用一个名字 中原人从来都是强大的 你们有衰弱的时候 可是你们总能一次次的站起来 变得强大无比 而这一次 你们的强大 就连天神都站立 突厥人 被你们快杀光了 回合人 变成了你们的木奴 土玉魂 薛妍陀人 还有 遥远的大河边上的 朝五九姓 都只能在你们的铁蹄下颤抖 你们的到来 无数像楼兰一样的部族 彻底的消失了 我们儿时的玩伴 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上 见不到了 却能在遥远的 长安街头相遇 是的 我们都是去向共同的宗主 唐国皇帝进贡 希望能用族里最美的少女 土地上长出的 最甜美的果实 牧场里最肥瘦的牛羊 沙漠里能找到 最珍贵的珍宝 孤儿丹挑的最好的棒小伙子 像强大的帝王献媚 希望能让楼兰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 继续绵延生存 金竹先生忽然打断了 黑风长老的倾诉 举老夫所知 你们确实向陛下 尽献了丰厚的礼物 这是你们作为蜀国 必须承担的义务 而且我们陛下 并不是白要你们的礼物 每回都有丰厚的回赠 回礼的价值 甚至超过了 你们尽献的礼物价值 陛下需要的是你们的臣服 而不是需要你们那点礼物 前年陛下大寿之时 老夫也受到了陛下的邀请 就在官里的人群中 你们善善人敬献的礼物 算不得丰厚 在我们看来 甚至有些寒酸 陛下依然高兴的接受了 还说你们善善人 地处蛮荒 生存不义 特意加重了回赠的礼物 难道这些恩典 你们都忘记了吗 金竹先生最恨的 就是狼心狗肺 不知感恩的人 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哪里会有错误 我们是楼兰人 不是善善人 我们从来都是楼兰人 从生下来就是 我们的姓名 不是你们皇帝的一张旨意 就能改变的 黑风昂起头 大声的咆哮 放肆 边军校尾大喊一声 甩起了自己的横刀 连翘砸在了黑风的脸上 两颗牙齿顿时就从黑风的嘴里喷了出来 黑风吐掉嘴里的血 看都不看周围愤怒的人群 慢慢的坐直了身子 接着说道 确实如此 我们在长安确实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族里的孩子们非常的高兴 他们在长安购买了漂亮的刀子 结实的马鞍 美丽的衣衫 绝食的锅子 甚至还有些傻孩子 专门购买了美味的糕点 他们只想把这些美味带回沙漠 给族人们品尝 因此忘记了食物会腐败 黑风说到这里 似乎还沉浸在长安的繁华之中 梦一般的道 我们当时都认为长安城市 这个世上最雄伟最美丽的都市 也是世上最富饶的地方 大唐皇帝是一位威严而仁慈的皇帝 有这样开明的宗主 我们无比的幸运 厄运从我们回家的路途上开始的 在关中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和劫难 地方官府甚至给我们安排吃住 可是出了御门关之后 天哪 豪爽好客的唐人就变成了恶狼 大唐皇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被抢走 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被抢走 给大唐皇帝跳舞 获得赞美的五娘也被抢走 矫健的小伙子多说了一句话 就被拖在马后面活活的被碎尸 他们还用马鞭抽打我这样的老人 你看看 你们看 黑风扯开衣衫 他刚哭的身体上 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鞭痕 有些地方甚至还能看见骨头 可能是太气愤的原因 他的胸膛起伏不定 那些鞭痕像是活过了一般 在他的身上蜿蜒行走 显得触目惊心 成楚墨好奇的瞅了一眼 回过头对边君校尉说 你们这些狗似的居然还在用霸王鞭呢 连上面倒刺都不去的 边君校尉咳嗽一声回答道 蛮人粗鄙 无重行不足以服众 兄弟们在荒漠里囤住了久了 这性子粗暴也是有的 算不到什么大事 倒是这个狗贼 到现在还不说 他族人的藏身之地 定然是心怀颇措之辈 请都尉将此恶贼交给下官 定要将自己的祖宗八代供出来不可 黑风忽然站起来 不带身边的军事走近 就给其余的两个楼兰人呢 嘴里喂了一颗黑幽幽的东西 然后也给自己喂了一颗 大笑着就要等死 校尉大惊 却见敌人节呢 也跟着站起来 一拳就重重的击打在黑风的胃上 黑风的身子一弯 一颗黑幽幽的东西 就从嘴里吐了出来 程楚墨黑黑一笑 闪电般的在那两个人的胃部 也来了重重的一击 他的力气大 那两个人不但把黑丸子吐了出来 血也跟着往外喷 敌人节用手绢包裹着那颗黑丸子 放在火把跟前看了一阵 笑着对金竹先生说 原来是朱沙呀 只是不太纯 吃了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金竹先生恨恨的催了边军校尾一口 骂了一声 傻财 就静止的回了马车 对于边军的暴行 他是很看不惯的 这一路上他见过的惨事太多 所以黑风一说 他就信了 敌人节让人把黑风扶了起来后 对他说 给你两个选择 现在就去把你的族人找出来 要不然我就像挖老鼠一样把你的族人挖出来 黑风呵呵一笑把自己的脑袋扭了过去 他已经做好了 熬型的准备 其实我不用你说 就能把你的族人找出来 告诉你吧 都是你告诉我的 敌人节并不急躁 慢悠悠的对黑风说 黑风鄙视的看了敌人节一眼 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我是从昨日上午开始挖掘太阳墓的 这时候呢 想必你一定在某一个隐秘的地方偷窥吧 这个地方会是哪呢 我们想想 太阳墓处在向阳坡上 北面看不见 南面是大泽 西面是沙漠 既然你们喜欢太阳王 那么一定会非常的喜欢东方 你们藏的地方就在东方 你说是不是 敌人节见黑风避开了自己的眼神 笑了笑接着说 确定了方向 我们再来算一下距离 其实很好算 白天你躲在隐秘的地方哭嚎 咒骂了我一天 又不敢出来 想来最后祭拜一下你们的太阳王 就只能是晚上 天刚黑的时候 你们不敢出来 必须等到所有人都睡觉了 才是你们出来的好时候 再加上试据这个问题 一个时辰 你们在黑夜里能走无理路就不错了 所以不管你怎么狡辩 你的族人就在东面无理左右的地方 是也不是 乱石滩 这是一个沙漠边上的一个戈壁区 敌人节面前是一望无际的乱石区 什么样的危机才能把人逼到这片土地上来生存呢 风才是这世界上最锋利的一把大刀 原来的岩石山脉被它切割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 最大的石头啊 比万民宫还要大一些 小一些的石头呢 也足足有两丈方圆 随意的散步在沙漠的边缘 或许很多年以后 这些巨石会被风切割成更加细小的沙裂 最后成为沙漠的一部分 黑风长老头上缠着麻布 刚才他很想一头撞死在石头上 被监视他的校尉又给拉回来了 他哆嗦着嘴 不住的哀求敌人节 行行好 行行好吧 就给我的族人留下一块活命的土地吧 我们把楼兰城已经献出来了 肥沃的土地 我们也不要了 把这块乱石探留给我们吧 敌人节仿佛没有听见黑风的哀求 半眯着眼睛 不断的打量这片乱石探 仿佛看见了一片满是黄金的宝地 前几日金竹先生还说过 这人群的生活需要水 空间和土地 这些楼兰人既然能在这里生存 必然不会缺少这些因素 更何况还是上万人的族群 黑石山并不是一个适合建成的地方 那里高山林立 荒芜人烟 虽然能卡住土佛人的出山的道路 但是想要唐人在高山上固守 同样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里没有水源 没有多余的土地 皇帝想要在那里建成 已经做好了付出极大的代价 他只是在地图上标注了一个黑点 从不考虑手下人该如何去完成 或许在这里建造一座大城是可行的 有石材 有人力 还有大片的湖泊 平地 楼兰人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生存环境 那就让汉民来教会他们吧 敌人杰低声的自言自语了几句 低下头对黑风说 把你的族人喊出来吧 好事 我可以保证 你们从今往后不会再受到欺凌 或许从现在该给你们一个唐人的身份了 你如何保证 你又凭什么保证啊 你穿的是绿袍子 还没有任何资格保证呢 听到黑风的嚷嚷声 边军校尉又重重的在他的肩背上抽了一横刀 这让他反抗的心思更加浓重了 随着程楚墨一挥手 无数穿着黑衣的士兵开始在岩石上跳跃前进 他们进行的很轻松 因为楼兰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反抗的民族 他们已经逆来顺受了上千年了 遇到危险 他们第一时间反应不是反抗 而是逃跑 这和彪悍的关中人截然不同 他们总想着弃一座高高的围墙 将自己圈起来 可是事与愿违 不论他们把楼兰城建得多么高大 该陷落的时候 他们从来没有经受出考验 唐军经验丰富的赤后 很快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程楚墨黑然一笑 就带着大队人马向岩石区走了进去 路很窄 仅仅能并排通过两匹马 而且崎岖不平 刚才还想要反抗的黑风 再一次悲鸣起来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理睬他 所有人都在埋头行军 并且在自己来的道路上 不断的留下一队队军人 防备自己的后路被抄 这是标准程序 行军作战的时候 多么小心都不为过 走了半天时间 眼前就豁然开朗 吉人节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大喊了一声 好一个世外桃源 谁能想到 在这个最荒芜的地方 居然别有洞天 不但敌人节惊呆了 就是程楚墨也把嘴巴张得老大 外面树风扑面 尘土飞扬 而里面却在一瞬间就到了江南 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竟然还有青草 长在一个清零零的湖泊边上 敌人节俯下身子 拿手抄了一把湖里的水 这里的水居然是热的 这一切都和丽山上的行工很像 只是没有那些高大 华丽的精美楼阁 丽山的行工 师父带自己去过 李太在那里 有一大片产业 想不到在塞外 还能见到一处这样的所在 这是太阳王 奔赐给我们的土地 你们不能拿走 黑风不知道是在哀求还是在威胁 那些早就受够封杀的军士 哈哈大笑着 就向那些低矮的毛屋扑了过去 对他们来说 能在这里过冬 绝对是人生最值得怀念的事情 约束不下 不得杀戮 程楚墨也很高兴 对那个瞠目结舌的校尉 下达了自己的命令 回头呢 又对黑风说 约束你的族人 不要反抗 没有反抗 就不会有杀戮 哀伤的躺在地上的黑风 行尸走肉一般的 跟着军士 走进了村寨 小姐 你觉得 这里适合建成 你打算 给你师父在这里修建 一座北亭都护府的关底 程楚墨在湖边坐了下来 脱掉鞋袜 把脚泡进水里 舒坦的深夜了一声 不可能 小五说 我师父一定会把制所选在轮台 这里是沙漠 不可能的 尤其是距离轮台超过了两千里 太远了 这里只能成为防备吐蕃的一座要塞 将来大军如果要进吐蕃 从这里进攻 能起到让吐蕃腹被受敌的效果 而且这里能够长肌驻扎 黑石山不是一个好选择 我这就请许先生上书给陛下 但愿陛下能够准许 程楚墨笑了起来 揉了揉坐在身边的敌人杰的脑袋 说道 陛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 只要对大唐设计有利 他老人家改变主意改变的比谁都快 这两年陛下的性子变得温和了许多 可能和年纪变老有关系吧 房玄陵杜如悔他们也已经变成了垂垂老翁 就连性如烈火的魏征 自从眼疾被治好以后 也开始头光养晦 一连三个月没上朝 陛下也没有责问 反而派了御医前去研医 我爹爹他们这些老将啊 全部被陛下召回了京师 说是非常的想念 准备和诸位老友共度残年 这话啊 说的有趣 陛下今年四十有三 我爹爹他们的年纪还不到六十 对于一位武将来说 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陛下也正是年复力强的时候 何能谈吉到老啊 你看看陛下这几年 提罚的将领就清楚了 你师父算一个 苏定方这一次从北庭回去 一定会受到重用 留人院算一个 那个把守宫门的薛仁贵 居然也混成了都尉 长孙冲现在是银青光禄大富 与你师父同级啊 听说你剑虎叔叔也要被重用 于此宝林呢 现在官至一方刺史 至于内府 这几年书院的学生进去的还少了呀 去年震惊全国的同弊案 那就是出自书院弟子之手 王玄策在吐蕃苦熬 如今终于熬出了正果 作为大唐使节进入了天主 小姐 你是他们中间年纪最小的一个 我不明白 你师父为何要把你安排进大理寺 我问过他 他就是笑笑 没说原因 估计有他的考虑 你程叔叔啊 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要告诉你 陛下在布局 准备下一盘好大的棋 你师父认知北庭 恐怕呀 就是这盘棋的开局 程楚墨刚刚说完 许静宗的话就从背后传了过来 好好听听 你程叔叔别看是个粗人 实际上啊 有内袖 这些话啊 我不敢说 所以啊 你听他的没错 你师父自己跑到了外面 把你留下来 不是要你去建功立业的 而是要你在长安啊 混吃等死 你想建功立业 需要等到下一位皇帝出现才行 这都是你师父造的孽 当初跟着我学史家 有什么不好的 非要学什么算学 给一个吧 感谢观看